学佛人 个人有个人的因果 师父还说 如果你参与进去了 说了是非 你就是在动人因果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致敬我们最博爱的师父 卢君洪台长 师父啊 您是伟大灵魂 最光明的引导者 是您为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 照亮前方 让我们孤寂的心灵 从此有了温度 是您为我们 不畏艰难开辟道路 让我们跟随您的脚步 勇敢前进 是您为我们 孜孜不倦的教导 让我们眼目开阔 迷途知返 师父啊 您是精神麦田 最虔诚的守望者 是您 给我们这红尘 祭绊中的归属感 让我们找到了 新的栖息地 和回家的希望 是您 给我们鼓足勇气 让我们抵御业力 不要懈怠 是您 给我们破迷解物 让我们直面目标 精进修行 师父啊 您是心灵佛法 最忠实的传承者 是您 亲手栽种 朵朵莲花 让我们唤醒 根植在您身旁 是您 亲身践行菩萨之光 疾呼我们 母亲 一直都在看着我们 是您 深深地呐喊 法身真理 借假修真 师父啊 我们的心灵导师 我们将紧跟您的脚步 沉寂修心 出离凡尘 超幻求真 共攀四圣 十方三世 永登极乐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分享每天读三至四篇 白化佛法的心得 自从我许愿了 在五个月内念诵五百篇 白化佛法后 每天定时念诵三至四篇 每天的能量满满的 师父说过 白化佛法 注满了菩萨的能量 随着每天 诵读白化佛法 我得到了菩萨的加持 使我明心见性 破迷开悟 改掉很多不良的习性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好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为师父 祝念大悲咒的感受 我每天都为师父 祝念大悲咒 因为最近一直感冒 拖了快两周了 还没好 加上最近帮家里人 念小房子 自己的小房子 念的也不多 这几天的状态不太好 有点懒散懈怠 所以有一天 给师父祝念大悲咒的时候 也是不在状态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 不能用这种状态 给师父祝念 心里想着 我要好好念 把正能量带给师父 这个念头刚一起 马上觉得 自己一扫连日来 有点懒散的状态 觉得浑身正能量满满 感恩菩萨加持的同时 也惊讶于 一念的力量居然这么巨大 善念一起 回馈给自己的 就是善的能量 真的是 时事古今不离当念 一善消百哉 我们用志诚的心 为师父祝念 我们自己也能得到 菩萨最大的加持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上周写字楼同层的公司 经常放音乐 而且外放很大声 严重影响我办公和念经 我实在受不了了 多次投诉物业反映情况 物业保安管家也上门提醒 但是无效 他们继续放音乐很大声 当天晚上和师兄提及此事 师兄建议我 给这家员工念姐姐咒 我当即许愿一千遍姐姐咒 第二天就开始念 念了几天 今天发现音乐声调小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护法菩萨 慈悲化解冤解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国王想找到一句话 说这句话 能让高兴的人听了难过 能让难过的人听了高兴 国王找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这一句话 有一天 国王梦到 有一位圣人 到了他的梦中 来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他想找的 这句话就是世界上 最神奇的话 大家听着 人间的一切 都会过去 学佛人要理解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你今天的拥有 你今天的名誉 地位 钱财 因为都不是永恒不变的 当你失败痛苦的时候 它也会过去 当你拥有的时候 也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学佛人 知无常懂因果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人生又是一个状态 它不是一个方向 也没有最终点 所以每一天要记住 吃两种药 早上吃一颗知足 晚上吃一颗感恩 有一个盲人 他自己打着灯笼走路 很多人都有疑惑 你是个盲人 明明看不见 为什么 打灯笼 台长告诉你们 如果他是怕别人 看不清路 照亮了别人 这就是鲁家思想 鲁家讲的人意理意 仁爱理智性 如果他是怕别人撞到他 这就是穆家思想 穆家讲 奸爱非公 如果他认为 黑夜出门 必须打灯笼 这就是法家思想 叫依法而行 如果他认为 想打灯就打打 这就叫道家 叫无为而为 如果他想借此东来示众生 就是佛家 普度有缘 如果他明明看得见 却装作看不见 这就是谎言者 如果他真的看不见 却打着灯笼 给别人引路 那就是慈善家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个人造业 个人了 因果报应 无法逃 不造因果 离仗罪 不动因果 须智慧 勇一认错 不复藏 志诚忏悔 消业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